马龙胜刘诗文盖要回顾2021年奥运热身赛男女关键球PK赛 第一局双方打得十分胶着,最后刘诗文惊险拿下第一局 开局刘诗文连吃两个发球,让马龙打发球抢攻,连得两分把比分搬成八平 接下来刘诗文发球抢攻,反手快带得分 刘诗文发球抢攻,正手双连击,攻击中路,击穿马龙 而连得两分,刘诗文八比十领先 九比十马龙发球抢攻,追回一分 最后一分,刘诗文接发球抢攻,反手双连击,无缝衔接,掉右压左,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双方的争夺也十分的激烈 马龙发球抢攻,正手加转冲斜线,一击击中,马龙先追回一分九平 刘诗文得一分,九比十领先,这是刘诗文十三个回合出彩的好球,发球抢攻 正反手多板的攻防转换,最后刘诗文正反手掉右压左,突袭直线而凯歌高揍 马龙靠接发球控制,发球和接发球抢攻,连下三分 最后以十二比十逆转,扳回一成 第三局刘诗文轻松拿下,刘诗文靠接发球抢攻,接发球控制,快打回头封杀对手,连得两分 马龙接发球,反手底线搓短控制,正手晃挑斜线,扳回一分 最后刘诗文发球,大胆偷袭直线,直接得分,七比十一赢得第三局的比赛 第四局双方陷入苦战,争夺的异常激烈,你来我往,比分一路从九平站至13平 最终马龙以15比13取得了胜利,双方战成2比2,这一局是双方胜负的转折点 刘诗文第四局发球和接发球一共得了两分,发球抢攻,反手双连击,得两分,一共得了四分球 马龙接发球正手暴冲得一分 发球抢攻,正手暴冲一板过,一共得了三分 接发球控制,然后反拉,杀回马枪,得一分 第一板发球后,第三板控制,第五板杀回马枪,得一分 最后一个球打了12回合,接发球控制,反手相持,打阵地战 最后利用制胜法宝,正手胡圈球得一分 第四局马龙共得七分,艰难拿下至关重要的一局 第五局马龙开局,利用反手两个侧切,连得两分,打乱了刘诗文平静的心态 而击垮了他心里的防线 之后顺风顺水,轻松自如,又连下两分,十比八拿到局点 刘诗文接发球,晃劈,青瓜一板,直接的分,挽救一个局点 十比九马龙发球抢攻,正反手2加2,定点打击,连续进攻反手位 最终拿下第五局,3比2大比分反超一局 第六局马龙发球直接得分,反手相持,打阵地战和接发球抢攻连下三分 赢得轻松自如,而拿下整场比赛 喜欢什么视频,请留言,希望得到乒乓球世界独特深刻精细的解说评论,请订阅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按小铃铛和转发分享 谢谢收看藏敖乒乓球俱乐部